大家好,我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教授齐明敏 欢迎大家参加零起点阿拉伯语语音的学习 下面我们开始阿拉伯语语音第三讲第三课的学习 这一课我们将学习一个字母 Anon Anon这个字母从发音部位讲 它是舌尖齿银音 也就是舌尖底上齿银 从发音方法讲这是鼻音 也就是说发音的时候舌尖底上齿银 气流从鼻腔泄出声带振动 这个音近似于国际音标的 和汉语拼音的 我们来做一个拼读练习 静音符的时候 他读自己的本音 那么他和三个动符或者短音符 相拼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 N N A N N I N N U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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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N N I N N U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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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要 你 加上 wow no 对 大家注意随时寻找规律 好 下面适合软硬的拼读 n i nei n out no nei no nei no 最后到了鼻音 n和三个鼻音符的拼读 n an nan n in nin n un non nin non nan nin non 好 我们来看看它十二个音速的拼读 第一个符号 进符 我们已经知道读 n 动符三个 na ni nu na ni nu 长一 长一 ni ni nu na ni nu 软音 内 脑 内 脑 笔音 难 忍 难 忍 这一课我们学习以下单词 一问代词 谁 哪位 man man 大家能够辨译出来 这是哪两个字母组成的吗 对 meme和non meme的开口符man non的进符n 拼读成man man 第二 杨姓第三人称单数主格独立代名词 他 阳性 从这儿就可以分辨出来 阿拉伯语的人称代词是分阳性和阴性的 人 单例人的他 是阳性的 他 那么 女字旁的女字旁的他 就是阴性第三人称单数主格独立代名词 这两个代名词分别是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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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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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 who here 这一课的对话 是在一位男生 和两位女生之间进行的 首先这位男生 问对面的女生 我们以前已经讲到 可以对 三人 双人 集体讲 也可以对阳性 阴性讲 所以 是可以对任何人讲的 一句问好的话 所以 对面虽然是两位女生 但是他依然用了 那么 对面这位女生回复他 因为他是男生 所以用了 那么这位女生问自己的同伴 问这位是谁 问这位是谁 大家注意到 这个疑问代词原来读 但是当他遇到后面 这个字母 呼的时候 他要显读 所谓的显读就要读成 所以不是这两个词放在一起的时候 不能读 而是 闻火 这个不要读得太重 我说闻那火 错 闻火 舌尖抵住上齿音 做一个动作 做一个那的动作 闻火 闻火 他问自己的同伴 这位是谁 那么同伴回答他 他叫艾敏 那么这位男士又问对方 闻火 闻火 他又是哪位呢 两位之中的另外一位 他又是哪位呢 同样 这也要显读 闻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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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回答他说 火 艾敏 那头 火 艾敏 那头 他是艾米娜 火 艾敏 那头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对话 先是男生发问 艾兰 我斯艾兰 对面的一位女生回答他 艾兰 比克 艾兰 比克 另外一位女伴 问 闻火 闻火 女伴回答他 火 艾米 艾 艾米 她是艾米 那么艾米 也问女伴 问对面的女生 Mand here Mand here 女生回答他 Heye 艾米 那头 互相介绍了一下 这一刻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Maslam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